2012年是充滿轉變的一年 香港人會見證著心領族誕生 05年上任 07年連任的行政長官曾蔭權 帶領本港走過親年光景 他又會怎樣就政制改革 房屋政策 以致青年向上流的問題 逐一施政呢 距離新舊政府交接只剩下半年時間多一點 時間長不長話短不短 我們今天很高興行政長官曾蔭權 接受我們BBTV香港新聞台的訪問 就近期一些比較熱門的話題 跟大家談一下 尤其是我們最關心 市民最關心現在就是樓價的問題 很多人抱怨說有地產霸決 認為政府在過去幾年施政 好像有些偏袒一個發展商 認為是有些傾斜高地價的問題 其實特首你自己認不認同 香港其實有地產霸權這件事 實情在香港的地產市場 這60年來你見到它的經歷 如果你客觀點看回頭 政府一直都參與在干預樓市 自從石劫美開始 有來已經是建公屋以後 已經是發覺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一個很細小的城市 很多人一起住 房屋是必然一個大的問題 而就是地產如果有自由市場發展 當然有一班特別是基層市民 是負擔不起的 所以我們一直都有這個公屋的計劃 但這幾十年來你見到 價錢裏面又上又下又下又下跌過一次 現在我們這樣說 房屋說每個人都不升 很多人都不記得在2000年的時候 樓市下跌了百分之六十 百分之六十 即是一句話你賺五百萬的樓 剩下二百萬的樓值 很多人是負資產的 所以政府在樓市裏面 不能夠做事是過格急速 如果過格急速的時候 不能夠穩定的時候 一定會影響到很多民生的大問題 地產商當然他們有責任有蝕 但是地產商當然他們是做生意很厲害的 他們一定是用賺錢的途徑 他們會盡量做 但是政府也做了他們的責任 我們現在現時 橫觀來看 我們有差不多一半的香港市民 是住在公屋 又是政府資助的房屋裏面 證明了政府裏面 分明是做了很大的力度 但是房屋政策不能夠招令席改的 你看到我們在 除非在很特別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做這些事情 一定要跟著市場走 特別是如果是應付那些 可以負擔留價的人的需要的話 否則影響了很大 我們現在香港擁有自己的自有置業的人 是接近一百萬的人有置業 自己擁有房屋 如果突然間改變政策的時候 房屋突然價錢是下跌的時候 你會發覺影響了他們 民生的機會很慘很慘 所以我們一定要不是照顧發展商 是照顧現時的業主 他們全身的儲蓄 政府有責任 希望不會因為樓市的波動 影響它很大 但是我亦都很明白到 當市場突然急上的時候 我怎麼辦呢 這個情況我在施政報告 亦都分析很清楚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現在我們本來認為 他們可以在樓市負擔得起私樓的人 他們買不起私樓 價錢升得很快 這個情況是什麼呢 就不是發生很久了 在2008年以後 當亞洲的全球金融海嘯之後 堪止恢復期的時候 大型急升 所以我們也檢討一下 我當時的政策 我們在2000年之前 我們停止了開發土地 去賣公英堂 就是原因當時 但是我剛才所說的 就是樓市跌了百分之六十 是一個很慘痛的經驗 很少的第一世界的經濟體系 裡面能夠樓市跌了這麼多 但是香港人忍受起來 我們明白這個樣的心理的時候 明白這個痛苦就是 我不想再出現 所以很小心而行事 我們也做了一律系的功夫 首先我們做了一些 趕走的炒價先 你知道我們要引花稅的方法 以及按揭的方法 使得所有的炒價已經離場了 價錢還沒人回落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想辦法 怎樣能夠處理這件事 長遠都是要用土地供應的方法來做 還有呢 在短期之內買不到樓 中短期之內買不到樓 因為樓價已經脫離了 它自己的負擔能力 我們就要復建居屋這個計劃 而且居屋計劃也比以往更加有彈性 使得它真的可以做上車撥 然後就可以買到其他樓 這個計劃我相比以往更加改善 剛才你所說 一方面你說我為何做到一萬才使得樓市上架 現在說可不可以再調整一下 現在樓價已經開始放緩了 一定是不會的 現在根本就是 樓市裡面的價錢 和基層市民 是未有條件住在公屋的人 他們的負擔能力還有相當的距離 我們現在我覺得 譬如賣5元薪水至30萬元薪水的人 他們所負擔的樓價大約是4000元 尺左右 你看到他們的差距 所以我們的居屋 我們都希望在這個價錢裡賣樓給他們 市場一定會調整 他們自己賺多點錢 另外樓價也會調整 去到某個點的時候 幸福才能夠脫離建居屋的市場 實際上我們房屋政策是最穩健的 如果不是那麼穩健 老實說也有人不會在香港投資 去賣樓 所以剛才說我們沒有長遠政策 我們都是長遠政策 是一個很穩健的長遠政策 公屋如果是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進市場 做建一些居屋可以賣給別人 但這些可以有 我覺得應該給他們做一個 需要上車本的情況 可以跟著跟著 可以騰出來 跟著可以從巡迴去做 一路路升級上樓上去 但我們要記得 樓市一個很敏感的經濟的元素 是影響到很多人的生活 我們要小心而行事 特別是香港有幾十萬的業主 大大小小的 他們都一定希望政府裡面 不會搞到樓市裡面忽上忽下 特別突然跌下來的時候 影響人的情緒會很大 張先生你提到房屋政策 特區政府是一個很穩定的政策 但是樓價 譬如說自從你自己上任到現在 其實樓價都經歷過大起大落 有些公屋政策 譬如說居屋政策停了 但是到現在看到社會環境 社會整個氣氛出現了一個逆轉的時候 你們特區政府又要推進一個新建居屋政策 但是我們小市民的心聲就是 我們怎樣可以在特區這裡 置業安居 有一個很穩定的住屋問題 我們可以能夠適應到 我們就希望知道 特區政府有沒有一些很持久的政策 令到房屋不出現 一時高一時低 我覺得我們在這個80年代 在這個200代 剛剛線97、98年代 亞洲九雲風霸以後的情況 我們學了一個大的教訓 房屋市場 特別是地產市場 不是的 突然間可以永遠持久 會成升 一定會爆破 會跌下去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個教訓就是我們停止了出產土地 發展土地的時候 這也不是很理想的事情 當時的回應太急速 沒有想到這些問題 我想現在我們已經經過一個檢討 特別是今次 在今年的施政報告裡面 我全面看的問題 如果我們遺棄現在的政策 就是基層市民 我們繼續用對公屋的安排 那些不住公那些 我們盡量讓他買到置業 他喜歡置業可以置業 置業有兩種方法 希望能夠私人市場 能夠滿足他的要求 如果私人市場 因為這個樓價 又飄上飄落的時候 我們自己用這個居屋的方法 來填補這個 這個計劃繼續下去 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更加像我們長遠的土地生產 和發展的話 我自己覺得 我們應該可以維持著這個方法 但是私人樓宇裡面 你不可以控制他的樓價 手上手下 全世界在一個自由市場 都不可以這樣做 這樣做也很危險 政府付了承擔會很大 將來樓價跌的時候 政府承擔了所有的 要補了利價給別人 不可以的 是不是 所以每一個對市民的投資 如果你自己住的時候 都不那麼緊張 那個樓價 今天好像高了5% 明天跌回3% 也不需要那麼緊張 在這樣自己住的地方 但是長遠來說 香港是地少人多 這個樓市裡面 根本永遠都是長期間 都會上升 但是希望上升的速度 和我們這個通脹的速度 不要太過脫軌就行了 但是現在視頻最想知道的一件事 如果樓市真的跌下去 政府會不會真的縮手 鬆綁 押外印花稅真是 押外印花稅是兩件事 押外印花稅是對付炒家 是對付炒家的 這個不需要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有炒家存在 也不會影響投資的 如果你去買房子的時候 你不會緊張 是這麼一年 幾個月之後賣出去 所以你不會影響這個東西 但是會影響樓價 因為如果有炒家在場的樓價 就會走上走很快 所以如果你說 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 印花稅是另外一回事 對於投資是沒有影響的 接種是沒有影響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一朝一夕 還有資金流入香港的時候 都要小心明示 我現在完全沒有計劃 是取消這印花稅 因為我們資金真的還很多 還是湧入來的 我們真的要看著樓市會不會有泡沫 我真的不想重蹈 這個2000年的時候的複製 說回年輕人事業的問題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反映就是 譬如政府就不想 一些80後90後 他們可能18、9歲 剛剛讀完書 就已經申請公屋了 其實政府有什麼是幫到年輕人 可以令到一群 現在面對著他們 將來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屋住 還是真的要搬上深圳住 這個問題 實際上我們所說的 特區政府所說的重新復健的居屋 就是運應付這件事 就是沒有條件主義的公屋 他們應該可以想一下私人樓 私人樓有兩種方法 一是中屋住 一是賣樓 如果賣樓的話 通常是成家立室的時候 真的有穩固收入 另外有家庭的需要賣樓 年輕人想要在這裡轉那裡 租樓住也是可嘗試的地方 所有成熟的經濟體系的年輕人 都是這樣處理 但是這些青年人的要求 可能會變動的未定 可能是我們想要買樓 我們都要請到這個機會 現在我們所說的 居屋的計劃 就完全應付了一批 不可以有公屋資格的 是多過賣五元 賣五元的薪水 比如三民家庭賣五元的薪水 希望我們能夠應付它的需要 還有我們那個你知道 治安心計劃也應付了 給它多一些薪水的 它也可以有 只是在首期裡面找不到的時候 也有方法可以幫它做 實際上我們現在幫助市民 是多元化的東西 我們首先有公屋 有一個很穩定的東西 真是可以安居樂業 另外其他那些 我們都看到可以這樣做得到 關於用居屋 用治安心計劃做得到 還有今年我們特別有一個新的嘗試 就是說青年宿舍的方法 現在我希望鼓勵這些非牟尼機構 現在在現有產業裡面重新興建 在裡面能夠應付這些需要 一個新的嘗試 因為特別是應付年輕獨身者的需要 我現在明白它的趨勢 就是有些年輕人大了之後 就不想和家人住的時候 有這樣的情況 至於香港現在看到劏房的情況 多數是年輕人的這樣的需要 希望方便自己而行事 我知道有這樣的需要 現在需要也不只是香港 全世界的人 你剛才所說的 你說的地產霸權 你說的那些東西 還有香港人的怨言 都在維繫著 我們留價一件事 而這件事香港人都不是特別的 因為全世界都面對這個問題 特別是大城市 台拉維夫也是這樣 紐約也是這樣 覺得這個可能是一種不公義的象徵 在香港方面 我們盡量盡量用市場的方法來挑戰 希望能夠滿足到各方面的需要 但這個是很大的挑戰 但我有信心 始至於我們維繫著不停地發展土地 維繫著我們現在是公屋供應的政策 以及看著市場的走動的時候 用適量的居住的旗屋和治安心計劃 填補了這方面的需要 陳先生 我不如我們轉一轉第二個話題 就講到關於香港的政制發展 你在你自己任內政改能夠爭取民主黨支持 順利過關 我們2017年有機會普選行政長官 但要到2020年 即是差不多10年之後 我們才可以普選到立法會 與泛民或與社會的聲音似乎有些脫節 當初你自己競選的時候 競選年任的時候 就承諾在政改上面你會玩一波勁的 你覺得這次的政改 似乎對於公眾來講只是一小步 我不知道你怎樣看 我覺得2007年 這個任期開始的時候 我會盡量爭取 但你不記得2007年有一個很大一步 你說很小一步 我說很大的一步 任何民主進程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一步 確定了香港普選的時間票 不單是行政長官的選舉 立法會的選舉也同時做了論理 這是歷史性的一大步 我們不少看了這件事 實際上我們應該爭取了這件事的成果 盡量研究個細節的問題 怎樣能夠保障香港人老百姓的生活 更加在一個完全普選環境之下 能夠維持了我們的生活的質素 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再扭起你那一步是小一步大 我說很大你又很小 但是歷史會告訴我們 遲些會告訴我們 最大的一步 我們歷史是哪一步 你會發覺那一步是不小的一步 還有 當然對於民主的過程發展裡面 每個人不同的願望 我自己都很希望能夠快速落實 才是2007年的時候 向中央爭取得到這個時間表 我覺得一定是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說 民主進程裡面能夠好加速來做 我們真的有充分的準備 現在我們說是說時間表 還是說時間表 不要再說2020那件事 已經確定了事實來的 不如談一下 怎樣能夠落實這件事 落實這件事 立即發生的了 但發生了什麼方式來做 這個普選行政長官 用什麼方法來普選立法會 能夠維繫著香港的經濟活力 和市民的質素 生活質素 和保持我們本身的價值 我們自由的價值 我們本身要公義上的價值 特別最重要的實力 如何能夠保障我們普羅大眾的生活質素 繼續在新的環境之下提升 記得付出民主要有一個代價 很多地方付出了一些代價 往然在經濟上做了負面的時候 我很不希望要在香港發生 所以我希望 以後我們應該要看的時候 不要再在時間表裡爭執 決定了 現在很快會來的 快到你都猜不到 到這麼快去的 一定要小心想想 如何能夠在這方面 看外國如何執行這件事 美國 英國 在亞洲區裡面 日本 韓國 台灣 各個地方 我們想想哪些東西 哪些東西爭取最好 因為很多其他地方 尤其是第三世界 或者其他國家爭取民主的時候 有一個理由的動機是 想爭取司法獨立 爭取自由 爭取人權 這些東西 但是香港這方面都有的 我們所有爭取就是普選 得到普選 現在已經得到了 現在得到了 如何做法更加要重要 我覺得 我們的焦點 應該向那邊走 但是我當然知道 有些人說要快速一點 還有很多人說 我們為什麼不能爭取快速一點 我覺得我已經盡了我一切的力量 還有一個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設計 好像2012年的選舉安排裡面 不是說 以後是一單一向的 你要得到任何改革 都要得到三分之二的立法會的支持 所以快速一點 想想什麼一樣 爭取立法會三分之二的支持 得到香港市民的支持 能夠保持香港本身的競爭能力 還有可以保障到香港市民的生活質素 可以提高 因為其他我們下面都有 最重要是得到這幾樣東西 這樣的設計不是容易的 我告訴我真的不是容易的 OK 有了那個政制發展 其實現在特區政府近年的施政上面 其實都有很多出台的政策 最後都被人撥低了 例如逮捕機制 甚至乎派6千元給市民 撥低了嗎 逮捕機制的資訊 要拿回頭 還有6千元引起很大的迴響 覺得政府的政策上的推行有些問題 作為一個政府 你們是有權 但你們在立法會沒有票 那怎樣去推動香港的政制發展 是否需要一個執政黨 甚至乎一個執政黨的政府 去推行政策的時候 那個政策能夠從下而上 現在不是好像現在從上而下推行 現在都是很多種互動 很多情況都不是 有下而上或上而下 6千元根本是下而上的 老百姓很開心 香港人士問很開心的事情 但當然有些中產和有錢人士 覺得有保留 我也明白到有爭議性 但請問香港人 我們做了很多次的調查 對於6千元的接受率是很高很高的 我們不要擺放這條文件 但你所說的 即是有沒有執政黨的要求 政制上的改革 就是剛剛我剛才所說的 你用什麼要求普選安排 這個真正正的政策 一方面是施政上有效 另外可以鞏固管制能力的提高 但我要提升一下 就是管制能力 你們認為任何政府推出的政策 就不可以改變一致孤行的就叫做好政策 是有效的政府 這是錯的 所有民主的政府都是所有政策出台之後 都經過很多的洗禮 那我遷移 更改 有些要取消都未定 香港是幸運的 我們這些政策裡面 大部分都是得到立法會的支持 得到通過 所有極民主的國家 你見到的政策一定經過這些情況 所以你說有效的政府不是說良度 良度不是在乎 政策本身可以通不通過 往往是良度民主的程度就是真 最重要是真真正正能否使得到人受惠 總體來說有沒有香港市民是否生活情況好 這才是真真正正的良度 特首 回首七年 整個任期裡面 你覺得如何評價自己是否有做好這份工作 會不會整個任期裡面有沒有一些決定 其實你現在想起可能會有後悔或者有些遺憾 你覺得還有你退休之後 其實你會不會還在某些層面上 為香港或者為國家去服務呢 有一件事就是我自己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仔 所以一生一世我都是要為香港做事 但是什麼都會有一個段落的 到明年年中我就退下來就退下來 我自己沒有其他的期望 但是現在到明年年中還有很多事情我要去做 實際上天天都是相當忙的 天天都相當緊張的 像今天我們又講一下電費的調整 又講一下花園加大火之後的後遺症 所以引發的問題 這些突發事項我都要特別的處理 是影響到民生的 你不可以放得低的 亦都是市民對我的要求 我會繼續做得好好的 但是對於評價 永遠我都不會做對自己的評價 這些是普羅大眾的事 這些是往後的人對後比較客觀來體液的問題 我只是自己對民心來說 我每天每天盡心盡力去做事的人 但是你說我們有沒有後悔 我每天我是天主教徒 每天做回省的時候 去反省的時候 肯定有些事情我覺得是做得 我自己覺得應該可以更加改善一些 但是這些每天都必然發生的事情 對於大大小小的事情 有些事情是自己可以影響力做得到的 有些自己影響力做不得到的 往往自己影響力做不得到的 那些才是我自己擔心的事情 是先做得有些少許沮喪的事情 對於現在歐羅的情況 見到一大件事的理解 看著全球的經濟一定會萎縮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個大衰退呢 這就是我最擔心的問題 我又影響力不到 每晚每晚都會反省這些問題 所以我覺得最後評價不是自己的 是香港普羅大眾的 我對於我自己也很心安理得 因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做了我份內的事 對於年青人 香港很多年青人近期都上街 在網上發表很多批評政府的言論 似乎年青人在這個時代 缺乏一些上流的機會 特區政府有沒有可以有些辦法 有些想法 是創造一個空間 給青年人可以有上流的機會 這個是全世界面對 先進社會面對的一個大挑戰 不只是香港 所以你見到佔有華爾街迴行動 在台拉利回府發生的事件 在倫敦發生的動亂 其他歐洲城市發生的情況 都是年青人覺得 社會有不公義的情況 還有沒有辦法可以表達自己的才能的機會 在香港來說是相對 香港年青人算是平和的 網上那些批評必然有的 這些自然青年人那種熱情 是用一種方法來發洩的 我想遺政者、執政者 一定要接受這種批評 一定要接受這件事 這些根本是青年人的熱情 如果沒有這種熱情的時候 將來我們香港發展的期望 也是很暗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在位置上是珍重才是 但是我們覺得 每一香港的情況我們怎麼樣 也要看看我們做到什麼功夫 譬如我們香港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但是投放在青年人那裡是不少的 特別是我們投放在教育和培訓方面 是我們佔了我們整個 超過我們整個政府所有開支的五分之一 現在百分之二十三左右 這個是所有先進國家裡面的比例是最高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可以避免到我們這個格代貧窮 增加社會的流動力量 我們香港社會的流動力量沒有減弱過的 所有專業的調查都覺得我們還有的 但是年輕人覺得自己 如果我們還未到位 只要有些耐性 給點心機下去就自然看到 就會有上流的那個機會 但是無可否認 我們社會的經濟結構是正在轉的 對於中產人士 還有就算是藍領 白領都好 發覺以往的職位 現在的職位已經沒有了 現在社會的結構上沒有什麼需要的職位 要不停的更新 所以我們的政策是講於是培訓 方面的落資源是適當的 我覺得現在的政策是對的 是需要特別是著重教育 還有這個培訓 使得每個人可以裝備自己 不停的應付大環境的需要 能夠適合找找自己的出路 和自己應徵 自己能夠發展自己的才能的機會 香港年輕人我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現在在網上批評一種熱情的表現 自然經過那個階段的時候 他繼續的熱情放在努力對面 放在一個建設性的方面 我相信這件事一定會自然發生的 發生了之後 大多數人都會上位見到這個事 我們現在香港的情況是有問題的 問題就像剛才所說 我們要面對的就是 逢一個資本主義見到 是有貧富差距的問題 因為差距的問題我們只要 使得我不停所說 就是今天的窮人不是明天的窮人 能夠今一代的窮人不是下一代的窮人 其實社會上是充滿足夠的希望 我們現在是在做這件事 也做到這件事 對於年輕人溝通是一種很大的藝術 很大的耐性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嘗試 你看到我們有小組的見面 這個就是太少了 人數太多 也都無法接觸得到 我們由網絡 由Facebook 各方面都要嘗試 各方面都在嘗試 各方面都在嘗試 都是吸收青年人說發洩一下 罵一下沒有緊要 不相關 最重要的是 如果我聽到一百句罵裡面 有兩個建設性的事情 你要這樣做 我們才適合 因為我最論盡的是 罵之中 看不到有些不是很多說出有建設性 我應該怎樣做我才開心 如果說出你這樣做我就會開心了 我們真的會認真考慮 如果只是德權圍繞著口號裡面 那就變了 說了沒那麼容易 我們執政者可以找緊那方面 可以制定一些政策 可以回應到這樣的需要 但你放心 我們正在努力著 你看到我們作為用新的媒介來嘗試 就已經看到我們有心想做 好 多謝特首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剩下半年任期 繼續跟多些年輕人溝通 繼續為政府把好個關 為下一屆政府打好基礎 多謝你 多謝你 好嗎 好 多謝你 我們下一個月的結束 我們下一個月的訪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